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们机主员正在执行我们的飞行前360度检查 360度检查 没错 然后针对我们的阿帕契的11个区域 然后来实施检查 那可以帮我介绍一下就是11个部分的有哪些呢 它的右前的航电舱 主轮 传动箱 引擎 旋翼 及我们的FCR 武器挂架等依序的实施检查 那一次大概需要多少的人员一起做这个动作 有两个机主员 飞行机主员来实施检查 对 他们现在在实施我们的三菱机炮的检查 在检查它机炮移动是否正常 哦 所以他就可以想先想一下 对 没错 做确认这样 对 在1号引擎已经完成开车 同时用起动吧 对 没错 起动完成后机工厂会针对它的外观 然后再做一次检查 最后一次的检查 对 对 没错 他现在增加马力准备要滑出了 有听到声音不一样的 有有有 哇 它开始作动了 它开始了 开始了 对 现在飞机它已经提起 然后再制空 只是一个制空马力检查 然后来确认系统计算的数据是否讲 对 你离开这里之前要先做的事吗 对 没错 对 没错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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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现在他们刚从训练场回到大平了 接下来教官要带我们去看他们模拟战匙加油灌蛋的演练 一起去看看吧 对 他们这样下来之后然后会滑行到后面 滑行到后面 到这边 对 所以他们滑行的位置这件事有固定是说要是在哪里这样 对 在分子的时候停的时候就会先预定 所以早上的分子是非常重要的 没错 每一个细节 对 对 你要讲得很清楚 好 所以他们现在停到就是定位之后 对 他们会等你停起火 然后保留它的备用的动力 开始起火了 对 这次踩我们的飞机旋翼全停房是来加油 他这样加油的时间通常大概需要多少 差不多是五分钟 五分钟左右 对 我们可以前进去看他们要做挂蛋的动作 对 那这个挂蛋的动作啊 大概有多少的人员一起完成 他们武器组是以三元来支持 三元 对 是的 所以整个流程加油加上挂蛋 差不多十分钟 十分钟 对 真的是很快速耶 马上就要出发到下一个任务 这个加油挂蛋就讲求迅速券 然后能快速保持我们的站立 然后他现在挂的第一颗就是我们的长空地獄火飞弹 好 三 三 好 我看到他们做一个使硬推的动作 没错 所以把地獄火飞弹拒住之后 他们才可以再挂下一颗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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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一开始转动 大家两家开始滑 对 我们都要开启十七七二十的时间 今天和阿帕七的教官们一起参与了阿帕七的演续 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更加认识了阿帕七了呢 欢迎持续关注我们军屋小监兵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